两名德军将一名妇女按在桌子上 正准备进行爱的鼓掌时 屋内突然杀出一名士兵 一份插将一名德军钉在了柱子上 一旁的两人瞬间被眼前的一幕愣住 反应过来的妇女提起裤子逃走 士兵则狠狠踹动桌子撞到军官 然后与另一名德军撕打起来 眼看地上的军官意图拔枪射击 妇女连忙端起滚烫的开水 一股脑泼在了她的炉钉机上 屋外听到惨叫声的德军冲了进来 下一秒就被士兵和妇女联手解决 回过神来的军官发现布下手里的枪 一把夺过对准士兵疯狂扫射 没想到却全都被她用德军的尸体挡了下来 接着一用力将军官推出了窗外 她挣扎着从地上站起身 明白自己根本不是士兵的对手 吓得边替裤子边朝汽车跑去 与此同时屋内的士兵 在成功解决最后一名敌人后 也发现了屋外准备逃跑的军官 于是端着枪便朝汽车追了上去 但他并没注意到身后还有一名敌人 就在德军准备发动突袭之时 没想到却被走出屋外的妇女一枪解决 二人相视一眼向对方传达了感谢 转头却发现了坐在门口瑟瑟发抖的弟弟 见此情形的妇女连忙上前进行安慰 士兵也在这时看到了屋内还没死透的德军 为了送他和还没走远的战友团聚 士兵毫不犹豫地扣动了扳机 随后两人整理了缴获的武器装备 明白这群德军肯定会卷土重来 于是便把没用的东西丢进井中 带着姐弟俩踏上了逃亡之路 他的名字叫做维克多 是一名途径此处的逃兵 没想到在路过这座小镇时被党卫军抓捕 指挥官独眼龙为了整顿军中的军纪 当即下令将他吊死在村头的歪脖子树上 恍惚间维克多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正是那家中等待他归来的女儿 就在他即将断气之时 没想到却被路过的村民救下 而他便是那名差点被玷污的妇女艾莎 艾莎将维克多安置在家中静养 等到伤势恢复后帮他离开小镇 可他们还没来得及行动 就遇到了上门征收粮食的党卫军 艾莎见状将维克多藏在阁楼之上 本以为这群人拿到东西后就会离开 怎料随行军官见艾莎姿色不错 于是决定与他进行一次爱的鼓掌 接着便发生了故事开头的一幕 等到军官逃回到小镇后 却遭到了独眼龙的羞辱 声称他们一群人竟打不过一个逃兵 另一边在离开家后的三人 在树林中从天亮走到了天黑 找到了一处山洞休整过夜 怎料担心以后喝不到牛奶的傻弟弟 却趁二人不注意偷偷跑回了家 没想到碰巧遇到了带队杀回来的军官 接着他就被抓回到了小镇上 准备当着所有人的面处决他 只见士兵一脚踹开教堂顶楼的窗户 大庭广众之下辱骂男孩是个智障 平生最烦说自己是个傻子的弟弟 直接愤怒地将士兵推下了钟楼 捡起地上的枪打死了另一名士兵 然后他骂骂咧咧地走到窗前 举枪对准地面的人群疯狂扫射 顿时看戏的民众被吓得四三而逃 姐姐艾莎和维克多泽趁其不备 敲咪丽地摸进了教堂内部 弟弟在阁楼上肆无忌惮地扫射 吓得周围的德军都躲在了掩体后 反观独眼龙却十分淡定地站在原地 然后举起狙击枪瞄准了上方的敌人 就在他扣动端机的前一秒 艾莎及时赶到喊走的弟弟 没想到子弹还是击中了他的后脑时候 看着惨死在怀中的弟弟 艾莎愤怒地冲出教堂 对准广场上的独眼龙疯狂射击 奈何他的枪法和弟弟也无力拼 愣是弹夹都打空了也没命中一枪 这时军官回过头发现教堂门口的维克多 十分兴奋地一梭子扫射了过去 然后步步地往场上的艾莎 直接带队冲进了教堂里抓人 维克多见情况不对只能退到楼上 借助地形优势对敌人展开反击 但他仅凭一己之力 怎么可能是大批德军的对手 很快他就被逼到了一处角落之内 眼见情况不对的维克多 纵身一跃从屋顶的缺口跳出教堂 借助排水槽为缓冲跳进了储物间内 一名士兵见状边打边缓缓靠近目标 可走到门口换弹之时 怎么料刚进门就被敌人逮个正招 好在维克多的身手足够敏捷 顺势夺走对方的匕首实现了反杀 但还没等他喘息片刻 另一名敌人又顺势追了上来 他见状只能躲在门后等待敌人靠近 维克多费尽巴力解决了眼前的威胁 军官却悄无声息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都说反派往往都是死于化多 就在军官准备嘲讽维克多一番时 他却一个闪身躲进了旁边的屋子里 赶忙掀翻唯一的桌子充当掩体 虽说不能抵挡住军官的子弹攻击 但却能完美遮挡着对方的视线 听到对方枪躺的子弹被消耗了空 维克多连忙捡起凳子就甩过去 紧接着二人在屋内撕打了起来 由于维克多的手里没有武器 一时间竟让军官占据了上风 两人刚刚与对方拉开一段距离 准备站起身在大战三百回合时 军官却不讲武德的掏出了指护 维克多意识到这么下去肯定不行 于是拽着军官从二楼摔了下去 趁对方还没缓过神来时 维克多瞅准时机用刺刀抵住军官的脖子 就在这场战斗即将奋出胜负之际 两架美军战斗机突然在上空杀出 对着广场上德军就是一番疯狂扫射 等到维克多反应过来时 却发现军官已经趁机溜走了 见此情形的他准备起身追赶目标 却发现大腿不知何时被钢铁刺穿了 随后为了躲避德军的搜捕 维克多躲进小镇居民的家中 没想到房主非但没有揭发他 反而还为他细心的包扎了伤口 意识到维克多与这群德军不一样 于是神父将一则秘密告诉给他 党卫军不远万里的来到这处偏僻小镇 全都是找寻藏匿在这里的万吨黄金 而这些宝贝足以为他们重新建立新的帝国 为了破碎这群党卫军的美貌 维克多想到了一个绝佳的复仇计划 女孩对着面前的内粹军官献出深情一吻 没想到一颗胶囊却被顺势送进了对方嘴里 为了促使胶囊里的毒药可以快点挥发 女孩直接一拳打在军官的脸上 回过头来时却发现 藏在戒指里的情话物不知何时没了 下一秒在军官诧异的目光中 胶囊在他胃里快速溶解 片刻的功夫他便彻底失去了呼吸 另一边坐在酒馆内的几名德军 还始终联系不上指挥部 没想到一阵剧烈的爆炸声传来 吓得众人连忙趴在了地上 怎料伴随爆炸而来的还有一枚金砖 原来一伙盗宝团伙在得知消息后 马不停蹄地赶到小镇抓到神父 在教堂里找到了黄金的藏医地 没想到几人刚掀开表面的金砖 几枚首雷就在下方赫然出现 紧接着就是一阵剧烈的爆炸 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幕 神父表现得十分冷静 因为这原本是他和维克多留给德军的脸 这时听到爆炸声的军官 带着小弟们杀到了教堂 看着散落在一地的金砖 军官脸上不由自主地露出笑语 然后毫无预料地对准神父扣动了扳机 此时教堂外听到枪声的艾莎 按捺不住躁动的情绪冲了上去 在门口的物资车上找到了火箭筒 对准教堂的塔罗发射了炮弹攻击 来不及躲闪的士兵被当场砸死 散落的碎石也堵住了唯一的处理 还没等教堂内的德军搞清楚怎么回事 老夫就举枪从众人的背后杀出 艾莎也顺势赶到加入了战场 看着艾人的尸体老夫无比心痛 举枪对准面前的仇人扣动扳机 艾莎也在交战中打在军官的胳膊 就在老夫准备上前收割人头之时 军官却突然同一旁杀出 抵住他的脖子死死按在了墙上 反派往往都是死于话 都不是没有道理 军官对准老夫就是一番疯狂的羞辱 没想到下一秒就被对方一刀捅穿了腰子 此刻他怎么都不会想到 自己死里逃生那么多次 今天竟然会死在一个老太婆手上 就在老夫缓过神来准备补枪之时 必发子弹突然射中了他的头 毫无防备的艾莎也被子弹命中 于是他忍着剧痛躲在一旁的柱子后 看着躲在大众后面的敌人 艾莎明白要想杀死对方只能置去 于是他开枪打中一旁的起落架 看着庞然大物狠狠砸向地面 成功逼出了大众后面的敌人 艾莎把握好时机一个闪现杀出 开枪直接打爆了敌人的脑袋 正当艾莎以为这一切都结束了之时 比蟑螂还坚强的军官竟又走了出来 艾莎见状连忙举枪射击 怎料枪里的子弹却早已打空 看着一步一步朝自己走来的敌人 艾莎竭尽全力挥动枪托 没想到却被军官格挡后一拳打倒在地 这时他死死掐住艾莎的脖子 就在他的意识变得模糊之时 维克多用金砖狠狠砸在军官的头上 紧接着送走了他的生命 故事的最后 艾莎搀扶着维克多走出教堂 可镜头转过来后我们却发现 大众的里面竟还藏着一名德军